诗篇第114篇 以色列出了埃及 雅各家离开了说外国语言的人民的时候 犹大就成了主的圣所 以色列成了他的王国 大海看见就奔逃 约旦河也倒流 大山跳跃像公羊 小山蹦跳像小羊 大海啊 你为什么奔逃 约旦河啊 你为什么倒流 大山啊 你们为什么跳跃像公羊 小山啊 你们为什么蹦跳像小羊 大地啊 你在主的面前 在雅各的神面前要战斗 祂使磐石变为水池 使尖石变为水泉